人间佛教 解答您的疑惑 宣扬三好 净化您的心灵 诚心诚意 由新马太印教区总助持 绝成法师主讲 各位诚心诚意的光众 大家吉祥 这个农历企业 是我们的孝亲报恩的日子 话说回来 在农历的企业 在印度 那个时候没有季节 所以佛陀跟弟者们说 我们不出外脱波 因为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 这个虫 这些在草上面的细虫 我们看不到 或许会踏实它们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金色里面 打坐羞耻 而信仑们听到了 我们的佛陀跟弟者们这么样的精进 就也会从十面八方的来供养佛陀供养这些弟者们的精进修持 所以我们的佛陀带领着众弟者们在事业里面精进修持 当然在这一个月静静的修持 乃至三个月的吉下安居当中 当然有所悟 让自己的道业提升 那么这个时候其中的弟者呢 他叫做大目见人尊者 他就跟佛陀说佛陀佛陀佛陀 我的母亲啊过世了 可是呢 我在梦中啊 我觉得他是在地狱 佛陀就问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自己在打坐当中就看到他非常猙獰的那个样子 痛苦的样子 我看他饥饿的样子 在打坐当中 然后我就羞耻当中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食物 可是呢 我关到他 得到这个食物的时候 这食物都变成火焰啊 而且不能吃 而且那个喉咙好像这样的细 怎么办啊 佛陀 我感觉到我怎么帮助我的母亲 当然他也说出 为什么母亲会得到这个这样一个果报 不信不信这个因果报应 所以往生之后就不解脱 心里面非常难过 那佛陀就告诉大墓界年轻者说这样好了 在七月的时候就这个月份啊 你看众弟子 每个师兄弟们 每个人都精进羞耻 大家都是发喜充满 你请众兄弟们给你母亲诵经回向 希望你的母亲能够得解脱 当然 果然在大众的宋经公的回向 他的母亲也得到一个这个忏悔 觉悟 就当然一次再一次的融会转世 才能转为这个我们人道 所以各位我们在这个七月份农历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其实要懂得来孝亲报恩 才是真正我们七月份的意义 不是去这个只是做法会 烧金银子 出功德 所以这个七月份里面 确实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 父母亲之恩 这个永生报不完 我们的师长恩 我们也是永生报不完 跟佛陀的恩 我们更是永世难忘 那么在这么多这个众生恩 佛陀恩 父母恩 师长恩 事从恩之下 我们能够做什么 确实我们要懂得日行一善 我们心中 时时要有正面 感恩 慈悲 所以我们努力正向 我们一定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贡献 在家庭里面贡献 我们事业上贡献 好了我们有了贡献 我们有这股心中就发喜充满心安 就会成功 所以孝亲报恩 敬老 它是合一的 所以我们这个诵经要自己来诵 抄经自己来抄 这样才是真正的所谓有功德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七月份 农历七月的时候来试验里面 礼佛打坐 禅礼 学习 或者是跟着法师们一起来诵经 回向 最重要是我们得到的 就是法义 我们得到了 就是感恩 我们得到了 就知道 把这个孝亲 这个美德 代代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希望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下一代 跟我们一样 有忠孝仁爱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